长崎南电北宋供电失衡 又历经全台大跳电事故 更凸显台湾电网改革不能等 他们的电网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它衍生出来的做法是 一年东央山脉做了一条主干线 好多电缆组成了一条主干线 一组主干线 那这个主干线基本上就 顺着从东往西 就供应从北到南各个县市的电 但它的风险就是这样 它一旦遇到事故 就像今年的三菱财 它会透过这种的电网 把它的故障 蔓延到其他的地方去 全球加速能源转型 未来关键30年 台湾滤金发展 有望迈向与电共生 它做了发电 因为它会有一些建筑等等的 一些设计 那这些设计 可不可以跟养殖的需求 能够互相结合 比方说它能够对抗冬天的时候 喊流过去会有喊害 那我们这些能不能挡北风 能够让这些温度变化 就是余温的温度下降的速度变慢 这都可以透过 因为有这些光电的基础的设施的投资 来做出改变 那这是我们要去设想的 就怎么样子共立 这个会是我们接下来 在发展上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现在也都已经陆续在展开当中 延档20年 松湖变电所卡关争议 牵动大台北地区限电问题 到底该如何解套 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对于变电站的建设 有非常多的意见 一般民众不放心 那也把变电站好 当成是那个 林立设施 闲屋设施 如果你家要申请用电 我总要在你家找到一个插头 或是一个电力的开关 我可以把电接到你家去 其实这个变电站 等于是港湖的开关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 与独家内幕 尽请锁定本周五 自由追新闻频道 完整版关我什么事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